中国再出一员少林武僧 对上日本空手道冠军将其三次赌秒 弘扬中华武术 说起少林功夫想必全迷们应该对他都抱有一种疾疑的态度 但在格斗擂台中却出现了不少少林寺出身的高手 这其中就有谢维 苗栗桃 涂冬冬 本期视频柳成就被全迷们带来 涂冬冬对战日本冠军平总杨二郎的这场比赛 这位日本拳手空手道出身 曾经拿过六个空手道冠军头衔 而蒲冬冬出道较晚 16岁进入少林寺习武 21岁出登职业擂台 在技术方面 平总杨二郎是要比蒲冬冬有优势的 但这场比赛 蒲冬冬却将实力展现无疑 三次让对方独秒 话不多说 让我们来看两人的精彩对决 这是一场69公斤级自由火急的超级让红方选手 蒲冬冬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平总杨二郎 一场中日大战 大家给些掌声鼓励 蒲冬冬整个人是动作的爆发力特别大 拳重腿重 所以在他比赛当中经常会KO对手 两人回合刚开始蒲冬冬频繁试探 第一扫拳法进攻 多次命中 而日本拳手平总杨二郎进攻比较犹豫 不敢轻易出拳出腿 后续蒲冬冬肌肤全完美命中 平总杨二郎被打得连忙后退 打到现在平总杨二郎 还是被带入到了蒲冬冬的进攻节奏中了 被蒲冬冬不停的拳法腿法所压制 而平总杨二郎的进攻 打在蒲冬冬身上却造不成什么威胁 特别的感觉 当日本骑一进场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一种从心而外的一个压迫感 平总杨二郎的控手套出身 我们知道日本的好多体育选手都是练空手套出身 整个的日本选手的进攻非常粘人 对到第三局整个的节奏是一样的 这位日本拳手完全找不到进攻的方式 拳腿落在蒲冬冬身上显得特别无力 而蒲冬冬一直在使用压迫式打法 完全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 蒲冬冬还在找机会 这个日本拳手评种杨二郎是日本空道的高手 什么是日本空道 空道就是允许走机 吸积击允许头撞关节剂 而且还可以击打裆部 所以是最接近于街头格斗的一种技术了 显然在第一回合蒲冬冬并没有下死手 就是在不停地戏耍这位日本空手到冠军 只要打法压制能够得分就行了 在这个回合蒲冬冬 已经完全碾压平总杨二郎 平总杨二郎的速度相对于蒲冬冬来说比较慢 但我们都知道日本选手圈 现场灯光铁水完毕 总的来说这个回合平总杨二郎 基本上没有什么进攻动作 两人实力还是有些差距的 来看双方的第二回合 这个回合蒲冬冬就开始不留守了 一回合将对方强夺了三次 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 进身之后啊 平总杨二郎抱得很紧 把蒲冬冬还是在往前压 回合刚开始 蒲冬冬就加强了自己拳法力量 完全不防守压着平总杨二郎打 在将对方比到省角之后 连续组合全家顶期 平总杨二郎只有逃跑的命 现场一阵欢呼 你也知道蒲冬冬其实之前很多比赛 这个职业生涯其实并不顺 经常会受伤 是的 手腕包括脚踝膝盖 经常受伤一周期就是多半年 可以影响很多的这个重要的阵仗 他跟俄罗斯选手油筋的那场比赛 硬扛下来三个回合 其实在第一回合的时候 手就已经固折了 这场比赛他硬扛下来的结果 也是让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一直在被动防守平总杨二郎的体力跟不上了 出拳没有任何力量 就像是拍在蒲冬冬身上一样 平总杨二郎就这样一直偏向打防守反击 完全没有任何的进攻欲望 这就只能慢慢被蒲冬冬击挂 一下都使了这个百分之百的力量 他是有一些铺垫 有轻有重 而且有一些组合 平总杨二郎确实抗击弹能力很强 作战的意识也非常顽强 对 而且他躲闪的速度和角度也非常好 后续的压制中 两人想要换拳 胡冬冬的一届后手 直接将平总杨二郎击倒 这一下基本上已经击溃了这位日本空手的冠军 换拳当中日本选手遭受到了一次五秒 这次起身之后 胡冬冬继续追击 还是在换拳的途中 胡冬冬一借后手将对方击倒 短短二十多秒就将对方击倒了两次 连续两次的击倒 平总杨二郎根本已经没有办法还手了 在吃到一套组合拳之后 裁判最后终止了比赛 这位拥有六个空手到冠军头衔的日本拳手 被少林武僧击倒三次强势KO 这就是我们少林的俗家弟子胡冬冬 比赛打完之后 这位日本拳手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完全看不出 他是身披六个空手到冠军的高手 这就是中国的少林武僧 擂台上根本不给日本拳手任何的机会 两个回合完全碾压对手 三次击倒独秒 最后为中华武术正审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柳城喜欢的观众点赞关注 咱在这里谢过各位了 恭喜东东东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安康氏教铁局副局长陈富有 安康氏高星区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